接下來我們要把裝備交接給我們新隊員 衛兵交接 哈囉大家 我是你的嘉賓卓睿 歡迎回到我們這一集的 教明人來跑步特輯 今天的這位來賓呢 我跟他跑過大概兩三次的訓練 那跑步的過程發現他的動作 在後段其實核心蠻容易沒力的 我自己評估啦 他可能在跑支優化上面需要蠻大的協助 所以今天我本來預計是幫他做一些重心找回的訓練 那開始之前 我們等一下會先幫他做一個前側影片來分析一下 哪些訓練是他現在最需要的 那我們就來歡迎今天的來賓 也就是藍一鳴 嗨 我是藍一鳴 你平常跑步有沒有遇到什麼 你最常會有覺得撞牆或什麼樣的狀態是跑不下去的 平常就是跑到中後段的時候 會覺得自己已經心配快呼吸不過來了 感覺我的心率已經飆高 不要到鬆腕區域快要這樣無氧的狀態了 可以跟大家分享 你上次練跑的時候 你說你心跳平均都跳到幾下 你還記得 我上次跑8K我平均是181 超誇張 我聽到這數字我想說 任何手錶帶沒帶緊還是怎麼樣 181其實是蠻高的心率 但是其實回過來看他的跑支 也確實有可以優化的力量 所以今天目標希望可以透過跑支的優化 讓你稍微省力一點 在跑步的過程 讓心率不要維持這麼高檔 這樣才有可能把訓練的里程 跟時間慢慢的拉長 那我們等一下先幫你做一個前側影片 來看一下你目前的跑步姿勢 有沒有什麼可以調整優化的地方 GO 動作上有幾個可以優化的點 第一個是你的重心 在落地的瞬間 其實你會有刻意的很主動的想要有下意識的往前跨 有沒有你看你這個位置的身腿是比較明顯的 腳往前伸 然後腳往前伸 第一個問題點就會遇到的 跟眉波很像 你的身體重心的直線 屁股算直線在這 可是你的腳留在這 有點像V字形 那這個V字形越大 你的膝蓋衝擊就越明顯 所以我們會盡可能控制你在跑步的過程 先把這個腳改回來一點 就是不要讓腳前身那麼明顯 讓它接近在身體直立的下巴 今天的改變重點 會把你的核心叫出來 把你的骨盆角度調整回到著地的瞬間 這個骨盆的這條線往前移一點點 當然還有第二個可以優化的地方 就是你的腳在離開地板之後 沒有很主動的想要往前抬 離開地板之後會稍微有一拍 等一下才出發 等一下才出發 主動前抬的這件事情越少 你的腳換步時間就越慢 觸地時間就越長 換步時間慢 代表我每一次腳停留在地板的時間 會比較久 那停留在地板的時間越久 你想像你的人就像一個彈簧 你的彈簧就潰縮下去 你要再等它回抬 這段時間 肌肉跟膝蓋都在承受身體的重量 所以我們盡可能保持 你在跟地板接觸的時間越短越好 FIGHT 我有在打拳擊是不是 現在我們要練習的是前傾練習 好再往後一點點 等一下練習的就是把你的屁股的重心 從肚臍出發往前導向對方 好 稍微原地墊腳 好 然後從肚臍出發 對很好 核心要後緊 你把它推回來 好再一次 墊腳 肚子走 倒下去的瞬間 像梳倒下來一樣 是蹦瞬間 它不會有點猶豫 猶豫代表你的重心要前不後 屁股走 對 對很好 再五個 對很好 4 屁股走 對 你要出發前可以有一個 好像夾屁股 把肚臍拉出去的狀態 好 肚子走 對很好 那我們做這個訓練最重要的目標 是因為你的原本跑姿影片 看起來屁股是很下沉 當你屁股下沉的時候 就會導致第一個腳抬起來的角度受限 所以我們要控制的是 你把屁股位置先拉回來 讓你腳可以正常抬高 回到它原本有的空間 你可以試試看你屁股稍微彎下來 屁股往後蹲下來 腳其實抬起來這邊就卡住了 所以我們不要讓屁股卡住 要讓屁股重心先拉回來 再正常抬腿 腳抬的空間才可以製造出來 有空間才有辦法拉步距長度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 當如果你的重心一直留在後面坐著 你的腳就會在身體重心的前方落地 這個時候膝蓋衝擊很明顯 好久了也會容易有膝蓋受傷 或是剎車的動作 所以我們要控制就是 當你重心是直線的時候 你怎麼往前抬往下踩 都會在直線上 你很難踩到前面 因為你踩到前面一定是要這樣才踩得到 平常走路的時候要有意識這樣做嗎 走路 你平常可以稍微訓練 但不用這麼刻意啦 走路當然不可能到這麼直立 但是盡可能就是在跑步的時候 你要想到你的腳要踩在身體下方 腳要踩在身體下方 我們接下來用彈力帶來訓練 你把阻力變大 然後往前推的感覺變明顯 好來準備喔 屁股夾 屁股再夾 夾多一點 不要被我拉走 所以你要持續跟我對抗 你要越推越多的感覺 屁股收 屁股再夾 可以往前傾 身體微微前傾 再前傾 再前傾 到快跌倒的時候腳盤出來 對對對 很好 我們等一下就是做這個訓練 我會持續給你力量往後拉 你要持續把我拉走 最後撐不住就腳踩下去 屁股收 再夾 夾屁股 夾屁股 腳出來 很好 我們多做幾次喔 我會越拉越重 所以你要越往前夾的力量要越來越大 屁股收 再夾 很好 再夾 再夾 腳踩出來 我們繼續 屁股夾 很好 踩出來 你有找到你的腹肌嗎 有 有稍微感受到它了 腹肌的感覺存在 平常埋摩太深處了 而且要一直夾屁股 夾屁股是一個這個訓練的重點 因為我們在跑步的時候 其實很難領悟到我到底現在的核心位置 是不是直立的 因為你看不到它 你看就要彎下腰來 所以當你在跑步的過程 你只能有意思的去控制說 我要把屁股稍微夾回來 因為當我做到夾屁股的動作 你就會回到直線的狀態 那如果你放鬆 它可能就會下沉 或是稍微坐下來 所以夾屁股的動作目標 就讓重心稍微回到直線 好下一個我們要做的就是彈力帶的 維持張力的練習 等一下我把彈力帶一樣給你 有一點點拉力的往後 那你要在這個情況下 去做連續的原地抬腿 那原地抬腿 很多時候會不小心肚子就忘記出力 就會整個坐下來 所以你要持續把彈力帶 hold緊 所以你要一直夾屁股的往前 然後搭配抬腿的動作 手插腰就好 好我們來試試看 好預備 控抬 慢慢走 對很好 1 2 1 對很好 維持 對著地之後 換 換 換 很好 5 4 3 2 1 OK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下一個階段 一樣這個動作 但是加入白手 我們剛剛手是插腰的 那插腰比較簡單 是因為身體沒有一個 可能會影響你左右的歪斜的可能 等一下白手加進來 考驗的就是你核心參與要夠協調 右手左腳的搭配 然後一樣慢慢做 抬 抬 抬 手跟腳搭配 然後手大約一個就是拳頭寬的位置 不要擺太正 往斜後方45度擺 自然放鬆的白手就好 好準備囉 來預備 go 2 1 對很好 屁股稍微夾緊 動作不用做太快沒關係 但要確實 hold緊 2 1 對 手往後的時候90度不要不見 手夾小一點 對 很好 現在這樣夾腳OK 維持 肚子出力把彈力帶拉走 4 3 2 1 OK休息 這個動作最重要的兩個事情 第一個 我要讓你持續感覺到 肚子要用力的方向 是從肚臍出發往前 嗯 因為當你有這個方向性 你才知道 我用力的時候都是要往前 有些時候你會說 我可能跟你講 身體要前傾 可是有些人的前傾 可能就是 直接整個區幹前傾 但屁股還是留在後面 所以唯一 有前傾的目標 就是把肚子的這個條線 往前拉出來 都是從肚臍出發 因為你想像 如果我要你前傾 你上半身前傾 你可能就會從側面 對 側面變成這樣 肚子還留在後面 那腳前傾 就變成身體又後仰 因為它會平衡你不要跌倒 所以唯一一個可以前傾 是只有從核心的中段出發 他才會把上下都拉著往前 然後第二個是你在抬腿的過程 張力不能消失 我們剛剛是不是持續抬腿 有些人比較沒有 沒有彈力大家可能就越做越下來 然後屁股中心就掉下來 因為我剛有給你主力 等一下我會把彈力帶拿掉 讓你空坐 空坐的難度就會 你肚子要主動的控制它出力 因為我沒有主力拉你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練習 把彈力帶拿掉 然後一樣原地抬腿 然後看看側面拍起來 屁股會不會越做越下來 所以你要有意識的控制 肚臍的方向往前 夾屁股 然後在邊做抬腿 好來預備 GO 1 2 對 很好 對 稍微收下巴 身體上半身放鬆一點 對很好 1 2 對 很好 其實你現在做的動作 已經有一個還不錯的點 就是你會一直好像想要衝出去 代表你的用力方向是對的 因為當你屁股的用力程度 是有往前進方向夾的話 重心就會一直帶著你 好像想要往前 可是你又讓它不能出去 OK 我們現在試著 往前準備出發 就一樣這個動作 手下巴 從肚子出發 好來預備 GO 1 2 往下踩喔 身體不要後仰 身體不要後仰 肚子稍微回來 慢一點 這個往前 對 直接往下 很好 1 2 1 2 對 很好 上半身稍微放鬆 好 休息一下 側面看起來啊 你的影片 會有點像是這樣 用力的直立前面 肚子有往前沒錯 可是上半身忘記跟上 不要只有肚子往前推 這個直線 是一個 一起的面 這個面不會只有肚子出發 上半身沒出發 所以一起帶著 從這邊這樣一起 前 前 抬腿 那我們等一下回去 把白手變成平舉 平舉再往前 平舉的目標也是 讓你腹肌可以強化殘餘的狀態 然後往前的時候 骨盆角度雖然往下傾 但是不要有上半身後仰 就是維持這個角度就好 然後抬腿 好 OK 我們再試一次 好 速度可以慢一點沒關係 就是正常動作像這樣 抬 抬 抬 然後往下踩就直接往正下方踩 不要想著往前踢或往後推 來預備 GO 1 2 對 很好 踩下來 對 前進再慢一點 不要往前踩太多 換 原地直接往下 對 手下巴 很好 上背稍微夾 很好 你試著小跑一段到籃球場再跑回來 就到底 用你自然的慢跑 先不要想著我們剛剛做的那些 你再試跑一段 好 小跑一段去再回來 OK 出發 GO 現在幫他調整的就是讓他慢慢找回他的用力方向 他原本的步屏稍微比較慢 然後往前傾的角度也上半身太多 但現在看起來其實可以調整到比較接近直線 再稍微優化一下 你覺得怎麼樣 感覺比較好 你跑起來比較輕鬆嗎 比較有往前的動力 速度變快了 有 你原本跑比較下沉 就是你每一步都是很費力的跑 如果1到10分 你每一步用力程度可能都是10分 原本的狀態 但現在可能大概6分 6分力 可是你的速度其實沒有差力太多 是 我們希望把這個動作可以慢慢的 讓速度不變的情況下出力變少 所以我們待會兒就慢慢一樣一個一個強化 然後讓你直記起來什麼時候該處理 其他時候該保持放鬆 然後等一下也會 除了動作調整完 還有第二個就是步屏的控制 我們等一下會帶你做一點點步屏的控制練習 因為除了跑字優化之外 你還有一個小缺點就是步屏比較慢 步屏慢也會越跑越下沉 所以我們要控制你的步距不要太大 好下一個我們要練習的是提升你的換步的效率 因為你的後腳往前主動的力量不太夠 先像一開始的前傾練習撐住牆壁 找到這個前傾的直線之後 待會的動作我們要在空中換腿 主動的從地板的腳先出發 空中的腳才可以往下踩 所以這個是1這個是2 換 地板腳先出發才可以下來 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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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程當中不要讓屁股重心下沉太多 做錯的話可能會像這樣 屁股掉下來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覺得支撐腳 大腿前側很疲勞 而且主動抬腿的速度不夠就會變這樣 踩下來才換 所以我們在空中換腿 換 換 換 OK 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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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預備 Go 換 對 做慢一點沒關係 換完休息一下 對 換 換 對 很好 屁股Hold緊喔 再主動一點地板腳快速抬 3 前傾坐好 2 1 休息 腹肌還在嗎 六塊肌快出來的感覺 這個動作蠻累的 因為往前傾的過程 它比較接近正在跑步的狀態 然後我們又強調 要在快速換腿這件事情 達到有效率的狀態 所以 當你有主動換腿 其實你的腳就不會有過度拖泥帶水的連在地板上 那這個動作做久了之後 就可以讓你有效的改善你的 不平太慢 觸地時間太長的這件事情 好 我們剛剛已經幫藍一鳴完成手錶設定 接下來要做的是不平的練習 剛調整完動作其實已經 基本上六到七成改變了 但接下來 把它唯一可以在小小修正的地方 不平做優化 我幫它設定的是每分鐘 175次的節奏 等一下我們會稍微小跑一下 動態的方式幫它調整現在的跑姿 OK 那我們就出發吧 好 GO 正常擺 不要看它 好 再慢一點 上半身稍微回來 好 再慢一點 我們現在已經學會 踩油門 接下來就是要學會控制油門 不能輸出的太大力 上半身稍微回來一些些 稍微回來這邊 小步一點 頻率快就好 1 2 3 4 1 2 小步一點 小步一點 1 2 3 就是我們可以頻率快 但是不要速度快 頻率快代表換步很多次 但速度快就代表我往前跨得很大 所以小步一點 然後著地之後 離開地板就是維持放鬆 只專注在大腿不斷的左右抬腿 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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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很好 還這樣節奏很好 動作也很ok 對 然後呼吸就保持跟節奏搭配 節奏盡量跟著手錶的提示 1 2 3 4 1 2 3 4 很好喔 現在屁股重心位置很OK喔 維持這個直線 現在1到10分 你的疲勞程度覺得用力大概幾分類 6分 6分力 好 維持 待會回程 我們試著把夾屁股的力量加大 肚子往前的角度稍微用大一點點 去感受一下 當我要控制油門的時候 其實不是改變我的腳或改變手 其實只要改變你的肚子用力程度 就可以把速度做很大的改變 所以你現在盡可能讓肚子的出力程度 就不要太多 因為我們現在速度是大概 以巡航來講 大概就是慢跑或比賽配速的這種節奏跑 那等一下回程我們稍微用力一點點 把肚子往前推的力量多一點 去感受 當你肚子前傾 步驅就會隨之被拉打 這個時候你的速度就可以提升 然後步屏維持一樣的情況下 速度就會有效提升 現在這樣大概5分30左右的配速 相比剛剛來講 大腿的感覺應該比較明顯一點點 對 很好 好 其實現在這樣側面看起來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落腳 已經是跑到比較接近自然拳腳掌著地 也不太會有腳跟很明顯 先往前延伸 腳跟著地的這種煞車動作出現 所以其實現在動作很標準 很好 記得力量是從肚子出發的感覺 感覺維持 跟著手錶提示你的節奏 1 2 3 4 最重要的關鍵就是維持輕快的步屏 才可以讓你的觸地時間縮短 讓你換步變快了 肌肉使用時間變短 才不會跑那麼快就爆掉的感覺 我們這功力跑6分10秒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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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屏車的下降 跟著手錶的節奏 小噗一點 小噗一點 好 夾屁股 OK 抵達終點 配金錶 跟大家報告一下 剛剛的數據怎麼樣 我們剛剛跑了大概1.5公里 平均心率大概多少 剛剛我平均166 比我平常還要少十幾 你平常至少都是17多 我平常至少175到180 平均 講得好像是在講身高一樣 但其實在講心跳 心跳這麼高 其實是真的偏高 170級對我來講 已經是我的比賽很最後階段 可能3-5公里的那種爆掉的心跳 我沒辦法在17級維持太久 對 所以如果是17級對你來講 可能是稍微有點節奏跑 那現在16級對你來說 應該就是很輕鬆的狀態 對啊 剛剛跑的比我平常還要輕鬆一些 但是其實速度差不多 對 配速我們剛剛都在6分整到6分15左右 那你覺得體感上你的肌肉有變輕鬆嗎 還是說你的落地啊 節奏有沒有跟原本的跑姿什麼不太一樣的感覺 平常就剛 你有幫我開那個節拍器跑嗎 我覺得就是跟著節拍器跑 其實步屏會覺得更輕盈 然後更快速一些 對 就是我會有一個動力說 我一定要照著那個步屏去跑 因為我平常可能會 就像你剛剛說的 我後腳會收太慢 就是我可能步屏都會偏慢 但是有經過了訓練跟輔助之後 我就會照著那個節奏跑 會覺得更輕盈 更在那個節奏上面 其實我剛看起來真的動作輕鬆很多 因為最大的問題原本其實是煞車的這個情況 你假如在身體重心很遠的地方落地 你每一步其實都在煞車 再重新蓄力再開始 所以你就是煞車用力 煞車用力 煞車用力 因為把你自己創造出來的這個移動速度 好像一直在踩煞車又開始 但現在其實看了這個 跑步後面的分析之後 動作看起來 其實落地已經變得很接近直線 那也讓你的腳離身體距離變縮短很多 最後我們再來錄一下影片 看一下前後側的影片差異 好啦 錄影喔 3 2 1 好 慢慢出動 對 輕鬆就好 對 好 我們看一下調整後的動作 其實調整後的動作啊 你的往後勾的時間變少了 因為你一勾完 你就會趕快膝蓋要往前進方向抬腿 那這個也是我們剛剛做馬克超的一些訓練目標 就讓你離地之後要快速的往前抬 那第二個是有做到這件事情之後 你的腳因為你的腳觸地時間變短了 它就會需要趕快找地 它其實就做不太到離重心太遠 因為你沒有時間讓它延伸出去 你就必須要換腿 你自己跑步的狀態有感覺到動作上有改變嗎 我們在調整前後的差異 有耶 我覺得腳的出力好像沒有那麼重了 感覺身體其實這樣跑會變得更輕盈一些 對 不用出這麼多力氣 但可以跑一樣速度 對對對 然後再加上一些教練說的核心的出力 用力 肚子 對 讓我覺得核心帶動下半身 好像可以跑得更輕鬆 肚臍方向往前 然後還要補充 像剛剛一名有問到一個就是 是不是跑步的過程從頭到尾都要夾屁股 其實沒有 夾屁股只是一個 有點像是意識性的控制讓你回到重心直立 就夾屁股這個過程會讓你身體垂直 可是你不是一直夾著跑 因為你一直夾著跑其實很用力 屁股也會先抽筋 對 只是夾屁股的動作讓你回到原本正確的位置 它是一個矯正動作 但它不是一個持續要做到的動作 好啦 那這一集的調整重點 就是把步屏跟重心做一個有效的轉移 因為當重心下沉太多 處理時間太長 你的步屏就會隨之下降很多 所以我們先把重心調整回來 然後接下來透過步屏的增加 讓一名可以慢慢調整適應 那接下來你回去可以稍微嘗試 就是一樣節拍器開著 但從170到175開始適應 因為有時候節拍器一下開太快 可能設定180 你會心率太喘 然後不適應這種情況 可能越跑越累 所以一開始稍微先從170 173 175 178 慢慢往上加 這樣是可以接受 但速度來說 還是要踩煞車 不要維持很高的步屏 跑得很輕鬆就一直超速 這樣反而沒辦法把訓練時間拉長 因為我們接下來的目標 要一起參加美金龍接力賽 這次我們第二棒的重則大任 就要推給你了 沒錯 好開心喔 螢幕中的這個2 這次2跟7啦 我還是做一個選擇 那目前的設定 要嘛是你 要嘛是梅伯 要來參加這次的 這一點點有上下起伏的 小小的丘陵路段 那這2棒是應該是 全部賽事當中 算是刺激考驗的 除了第1棒跟第8棒之外 2跟7 也是有一點點難度 所以接下來這2棒 就要交給你們兩位了 好的 我一定會加油的 我也怕自己跑得太慢 所以我接下來呢 也會多一些自主訓練的時間 希望可以讓自己 比賽前兩個多月 再進步一點 你有測過你自己的5公里成績嗎 有跑過嗎 我沒有跑過耶 沒有沒有試過 沒有試過 但目前你平常跟我們訓練 因為都一次跑8到10公里 現在大概是30分上下 就6分數完成 對差不多 我們來幫你設定一個小小目標 看能不能在比賽當天 然後用大約26分27分 我預估啦 可能是27分上下左右的時間 來完成5公里的挑戰 5分多數 大概是5分半 5分半 我們往生下的目標邁進 好 我就5分半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超過這邊結束啦 我是你的教練梁哲睿 我是藍一鳴 那我們接下來 接力賽賽場上見啦 掰掰 掰掰 我們回來 它有朝錯 比賽 是 3分直到 比賽 ep 誤 目前 分類 我們下集中 在拜訪中 我們下集中 我們下集中